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自媒体博主阿新 近日,中国国兵的赛场风云再起 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正悄然逼近 回想起2005年的那场历史低谷 中国国兵在女单和女团项目中遭遇重创 30年来最差的成绩让无数球迷心痛不已 然而,谁能够想到时隔19年 这样的噩梦竟然再次降临 而且这一次,蓝队也未能幸免 在10月12日的比赛日结束后 中国国兵已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三个项目的冠军奖杯纷纷一手 女团项目,我们输给了日本女队 无缘冠军,女单方面 随着王亦迪和陈信同的出局 四强中竟然没有一位中国球员的身影 男双项目,韩国男双组合更是强势夺冠 让中国国兵的颜面尽失 更令人担忧的是 丢冠的势头似乎还没有停止 男单方面,我们只剩下了一位小石头 林高远,他能否守住最后的防线 成为球迷们关注的焦点 面对这样的困境 国兵的大换血已经势在必行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2005年国兵低谷之后 他们抓住了机会 进行了大刀破斧的改革 这一次,国兵同样不会坐以待定 那么,在这场大换血中 哪些球员将离开国兵的舞台呢? 首先,梁静坤和林高远两位男队主力 将加盟德国的乒乓球联赛 开启他们的流洋生涯 这一决定,无疑让球迷们感到震惊和满息 毕竟这两位球员都是国兵的中间力量 然而,一旦他们踏上流洋之路 基本上就不太可能再回归中国国兵了 毕竟,一线队从未有过球员流洋后回归的先例 除了梁静坤和林高远 女队的王亦迪,陈信彤和钱天一 也将慢慢淡出国兵的视线 王亦迪和陈信彤的离开 是因为年龄的原因 28家的他们已经不再具备未来的竞争力 在国兵开启新老交替的大背景下 他们的离开成为了必然 而钱天一的淡出则更多是因为竞争力的不足 在离开国兵后 钱天一有望前往日本乒乓球联赛 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 这对于他来说或许是一个新的开始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球迷们非常关注的沙头组合 作为巴黎奥运会周期 中国国拼混双的第一组合 沙头组合一直备受瞩目 然而,在奥运会后 两人并没有再搭档参赛 而在10月12日的比赛中 林士动和宽曼的组合 击败了实力强劲的朝鲜组合 展现了强大的实力 这一胜利也让沙头组合的解散成为了必然 从实力和年龄来看 林士动和宽曼的组合 无疑是2028年最优的混双选择 当两人已经能够在亚锦赛上扛起大梁时 沙头组合的解散也就成为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在这场大换血中 国拼不仅失去了多位主力球员 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然而,危机往往与机遇并存 回溯至2005年 国拼女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滑铁炉 女单无缘四强 女团更是在半决赛折几沉沙 30年来的最差战绩 让无数球迷扼腕叹息 然而,谁能料到 这一幕在19年后的今天 竟以一种更为震撼的方式重演 且波及范围更广 男队亦受牵连 10月12日 随着女团败给日本 女单四强空缺中国身影 男双桂冠 旁落韩国 国拼的警钟已经敲响 历史的车轮 似乎正是像一个熟悉的十字路口 三枚金牌的流失 不仅仅是荣誉的损失 更是对国拼体系的一次深刻拷问 女团失利 日本女队的崛起 让我们看到了对手的坚韧与实力 女单无人挺进四强 暴露出年轻队员的经验不足 与心理脆弱 男双的落败 则是对国拼男队双打配合默契度的一次警醒 阿新认为 这一系列失败 不仅仅是技战术层面的不足 更深层次地反映了 国拼在新老交替 人才培养上的紧迫性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2005年的低谷之后 国拼果断进行了大换血 而今天的国拼 同样站在了十字路口 梁静坤 林高远即将加盟德国联赛 这不仅是他们个人职业生涯的一次飞跃 也预示着国拼将有一波老将逐渐淡出舞台 王毅迪 陈姓彤因年龄因素 以及钱天一在竞争力上的不足 他们的未来 似乎已指向了国家队之外的广阔天地 特别是钱天一 有望转战日本联赛 延续乒乓梦想 这无疑为国拼的年轻血液腾出了更多发展空间 提及国拼 怎能不提沙头组合 这对曾经的混双黄金搭档 在巴黎奥运周期后渐行渐远 随着林诗栋 宽曼组合 在亚锦赛上的强势崛起 他们不仅击败了奥运亚军组合 更被视为2028年混双项目的最优选择 沙头组合的解散 虽令人惋惜 但也预示着国拼在混双项目上 正进行着一场悄无声息的核心 孙颖莎 黄楚钦将更专注于丹打 而林诗栋 宽曼的异军突起 无疑为国拼的未来增添了一抹亮色 数据不会说谎 国拼近期的表现确实令人担忧 从奖牌榜的滑落 到新老交替的迫切需求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隐藏着国拼 期待解决的问题 但阿新始终坚信 危机往往孕育着转机 国拼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才储备 只要能够正确识别问题 精准失策 必能凤凰涅槃 重振雄风 正如那句老话 打不倒我们的 终将使我们更强大 国拼的这次低谷 或许正是孕育新一代乒乓英雄的契机 让我们共同期待 在不远的将来 国拼能够再次站在世界之巨蟹属于中国的乒乓传奇 阿新将持续关注国拼的动态 为您带来更多深度解读与独家视角 在这个风云变换的体育世界里 让我们一起见证国拼的重生与辉煌 我们下期见